3月起防疫松绑 口罩为解封 而根据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规定 运动、拍摄团体照 还有直播、露营等拍摄 是可以免戴口罩的 而在大众运输的方面 也恢复开放饮食 宴席可以逐桌禁酒 而医院及长照机构等 也开放探病 台中市跟中央的是步调一致 市长卢秀燕在市政会议进行宣导 并且向市民喊话 打满3G疫苗来提升保护 卫生局强调 目前的疫苗充足 BNT的数量较少 后续不再追加 所以市民可以尽快接种 前阵子紧绷了疫情 口罩都得要戴紧紧 但对很多人是不好受 经济也大受冲击 有感于疫情趋缓 从3月份起防疫松绑 而台中与中央的步调一致 市政会议上 台中市长鲁秀燕也强力宣导 过去在疫情严重的时候 不可以逐桌禁酒 因为他希望大家 不要给他累 要死去死 造成大家口沫很飞 并住个公围 并定会造成传染 所以从今天开始呢 也已经解封这点 可以逐桌禁酒 所以现在刚好有些人 人家在选举要逐桌禁酒 你代表或者是有新人要结婚 或者是重大的庙会 或是相关的活动公司 如果这个要逐桌禁酒是可以的 在某些情况下可以不必戴口罩 第一个比如说拍照啦 演讲啦 还有一些相关活动运动啦 或者车子里面的话 都可以不必戴口罩 这是第一个松绑的 第二个就是现在属于交通工具上面 都可以饮食了 这也是可以松绑 中央除了将免带口罩的场合放宽 大众运输也开放饮食 不过吃完之后还是得带上 而卖场也开放试吃取消人流管制 餐饮也为解封 开放逐桌禁酒禁茶 居家检疫天数也从3月7号起 要缩减为10加7 医院及长照机供的探病探视 也是有条件开放 但前提是家人朋友需要接种3G疫苗 所以市长还是催打疫苗来提升防护力 因为现在开始虽然如乎的解封 但是有些场地也要求要打3G的人 才能去 那比如说像探病 那你打了3G 你就不用在现场在那里搓鼻子 也因此呢 我们也呼吁市民朋友们 那多多的踊跃的施打第三剂 我们就还是现在变成事件齐发 除了快打战没有以外 我们还是一样 揪团可以施打 还有外展战可以施打 那我们还有当然就是预约平台 1922跟非预约平台的医疗院所 也都有施打 呼吁如果你还没有打 想打BNT的人要尽快 利用这现在的第24期 还有下一次的25期内 大概打完之后就没有BNT了 疫情区换口罩为解封 中央适度的放宽了防疫措施 但还是别轻易松懈 才能守住稳定的疫情生活 这连加坝台中才放不到